補教民視陳國欣被指指 是才女作家書中的狼師 從事發之後避不見面 卻在9號遭檢方約談 到台南地檢署說明 台北的住處也遭到搜索 陳國欣訓後被請回 檢方雙管旗下 也持續聯絡女作家的家屬 但陳國欣一直聲明 似乎讓事件有了變化 她在聲明中寫著 民國98年2月 當時女作家是高三學生 這是只有課堂上見面 沒私下來往 一直高三 也就是16歲之後才認識 第二指出 直到同年8月 女作家上台北念大學 彼此無師生關係 才交往兩個多月 也規避掉師生戀 畢業之後 準備上大學的 這兩個月有交往 那其實是顯然是有 要規避刑法第228條 利用權勢性交的一個嫌疑了 接下來還說 女作家曾透露16歲 已經有嚴重憂鬱症 當時兩人素未蒙面 也指出 曾聽她說 因為刻意壓力 跟志趣不合 才不快樂 所以病情跟戀情無關 字字句句 巧妙審避法律責任 明顯有高人指點 交往過的一個事實 也是要去規避刑法第221條 關於強制性交的一個罪嫌 上個月27號 女作家死亡 隔天父母透過出版車發聲明 指控有狼獅 陳國欣開始神隱 十幾天後才被檢方約談 同時發出聲明 難道就是計劃如何卸責 外界更盼望 女作家的家人提供更多線索 讓檢方拼湊原貌找出答案 記者台南綜合報導